大家好,在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跟大家搭建起了开发环境 并且跟大家写了一个HelloMazEDU程序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继续深入学习Android的应用开发 在上一节课里,使用Activity时有一个步骤是需要在AndroidManifest.xml文件中进行配置 那么这个AndroidManifest.xml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有哪些用法呢? AndroidManifest的文件是我们所开发的应用程序的清单文件 每一个应用程序都必须包含一个AndroidManifest的清单文件 它位于应用程序的根目录下 它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描述程序的基本属性 比如程序的名称,程序的图标,版本号,版本名称,主题等等 第二,描述应用程序运行时所需要的权限信息 比如请求网络时需要网络权限 读写存储盘时需要存储盘的读写权限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使用摄像头,录音,定位功能,震动,读取联系人,读取短信,等等等等 这些操作都需要向Android系统申请权限 第三,描述程序所包含的所有组件 比如上一讲所讲到的Activity 以及后面我会讲到的Service服务,Broadcast广播,Content Provider内容提供器等 除了上面这三种之外 还有一些不常用的属性 比如设置支持的屏幕类型 只有在指定的这些屏幕类型的设备上才能运行你的程序 再比如自定义权限,权限组等等 一些不是很常用的属性 好了,程序与清单文件的作用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通过实践来看一下如何配置这些参数 首先打开Android 466 选择我们上一节课创建的代码工程 点击打开 启动完成之后 点击左侧的Project的选项卡 打开工程目录 再打开Android的Manifest.xml清单文件 好,首先介绍一下Manifest的清单文件的结构 它是一个xml文件 那xml又是什么呢 从概念上讲 它是一种标记语言 标记是指计算机所能理解的信息符号 它可以用来标记数据 定义数据类型 了解完概念 我们再通过实践来体会一下它的特征 它通过一个起始标签 和一个结束标签来表示一个节点 从起始位置到结束位置 就是一个节点的全部内容 节点里面又可以重复定义新的节点 来描述你想描述的信息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Manifest和下面最后一个Manifest 这中间的内容就是一个节点 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格式呢 因为这种格式的数据非常容易在计算机之间传输和解析 好了,课外知识就讲解这么多 我们再回到Android开发上面来 看第一行这里的XMLNS 它是什么意思呢 XMLNS可以插分为XML和NS两个部分来理解 NS是Namespace的缩写 Namespace Names名称 Space 空间 NS的意思就是命名空间 也就是声明一个XML的命名空间 它的作用就是告诉Android的系统 你会使用Android的各种标准属性 对于每一个应用程序的清单文件 这一行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再看第二行 Package 它的作用是指定本应用内加法主程序的包名 这个包名也是应用程序运行起来后 所在的进程的默认名称 同时它也是生成的应用程序次元文件的索引类 也就是R类的包名 比如我们上一节课所使用的布局资源索引 R.layout.activity.my 这个R类所在的包路径 就是这个清单文件里面声明的这个包名称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选中这个R1 按F1 可以弹出它的文档 可以看到这个R1 它所在的包路径 com.maz.lesson.activity.lesson1 是不是和我们这里 com.maz.lesson.activity.lesson1是一样的呢 再看这个application节点 它的icon属性 表示你所开发的应用程序 在手机桌面上所显示的图标 注意对资源的引用前面有一个at符号 我们可以尝试换一个图标 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我所说 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图标来替换 首先找到这个图标所在的文件夹 MipMap 也就是资源文件夹下面的MipMap文件夹 选择点击水标越键 选择river in founder 在文件夹中打开它 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五个MipMap文件夹 我们需要将那个图标 意思在这五个文件夹里面都分别替换掉 为什么会有五个文件夹呢 我们后面的课程再给大家逐一讲解 它这个的作用是为了做多屏幕适配的 好我们逐一替换全部替换 好替换完成之后 我们再点击run run看一下运行效果 好这个时候下面的grid正在构建 好这个时候已经运行起来了 我们回到桌面上看一下 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activitize the run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之前我们这个应用程序 是不是一个安卓机器人的图标呢 现在它已经变成了我刚才替换的这个图标 你看对比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下面这个level属性 表示这个应用程序在桌面上所显示的应用程序的名称 也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这个activity lesson1 我们看一下这个level的值 是不是这个activity lesson1呢 我们按住control键 mark用户按住command键 在这个string-appname上面点击鼠标左键 这个时候看到这个string的变量 它是一个自负串资源 它的值是activity lesson1 也就是我们这里桌面上显示的这个应用程序的名称 activity lesson1 我们尝试着修改一下这个名称 看看这个桌面上显示的名称会不会变 那么我们就改成一个应用程序的名称 取个名字叫我的新闻 再点击run 看一下运行效果 选择app 好这个时候create正在构建 好创建完成之后 大家已经看到了 桌面上 这个应用程序的名称已经变了 叫我的新闻 再看下面这个sim属性 它表示程序所使用的主题 也就是一些外观的集合 比如颜色字体尺寸等 你也可以按住ctrl键 mark电脑的用户按住command键 点击鼠标左键进来查看一下它的内容 这个appsim它是 这个appsim它是继承自系统的这个主题 另外做了三项修改 也就是这三项内容 都是颜色值的修改 好application属性看完了 我们再看这里面的activity节点 它的第一个属性name 表示的是这个activity具体的实现类 name的值以点号开头 表示前面省略了包名 只有当activity的包路径 和应用程序的包名相同的情况下 才能够实行这种点开头的省略学法 同样activity也有图标 标签主题这些属性 比如说标签 没有设置主题 系统将会自动使用application节点里面定义的主题 再往下面看到一个internet filter节点 它的意思是意图过滤 那么意图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先卖个管子 下一节课我将给大家 着重讲解 这一节课你只需要 掌握这个internet filter的一些 基本用法 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点题外话 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 对于某些东西 不好理解的时候 比如这个internet filter 你可以暂时的不去理解它这么仔细 你先学会如何使用它 在你多次使用的过程中慢慢体会 过一段时间你再来回顾它的概念的时候 你就会豁然开朗 意图过滤节点里面 首先有一个action节点 它的值是android.internet.action.man 注意它的最后一个单词是man 它的意思是表示这个activity 是程序的主activity 在应用启动后将会第一个打开这个activity 第二个节点category 策略 它的值是android.internet.category.launcher 注意最后一个单词是launcher launcher又是启动的意思 这一行配置表示这个activity的图标 将会显示在手机的桌面上 当用户点击这个图标的时候 就会启动你的应用程序 下面我布置一下今天的客户作业 第一个创建一个应用程序 修改应用程序的名称和图标 第二个配置自己的activity 下一节课我将给大家讲解 activity的启动方式 包括显示启动影视启动 activity的关闭 好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